石柱卫的柱是什么含义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石柱卫,严柱者,慧柱于礼,明之为柱。 为此为菩萨以历经石信皆位,上根坚固,观慧增长,虽位如实正如石相妙礼,而能安住不动,并逐渐不断三界见思,正位不退,顾明之为柱。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柱,他的智慧能够安住在真如理。 石信,理论上不叫安住,只有随顺。 所以石信位的菩萨叫做走上了真如的道路,他是慢慢地在进步,但是他没有真实安住。 那么真实安住是谁呢? 就是诸位的菩萨。 他经历了石信的这种随顺真如,随顺三宝,慢慢地上根增长,观慧增长。 这个时候虽然没有正德,但是他至少对真如理安住不动,而且能够拂断三界的见思,正位不退,明之为柱。 这个地方有十个阻位。 这十个阻里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跟第七。 发心住,这个时候从凡夫正式进入圣人,他断了三界的见货。 当然他的断德等同出国,但是他的整个智德,恩德跟出国完全不一样。 他的智慧,他利益众生的那种力量,那个善巧的力量完全不一样,只是断德等同出国。 这是第一个发心住,就是断了三界见货。 第二个,七住,不退住,断了三界的私货,他的断德等同阿罗汉。 这个住,基本上他不退转,他这个人只有往前进步了。 那么住位的菩萨,他有什么特点呢? 古德把这个十住位的菩萨叫做内凡家行位。 十信位的菩萨叫外凡资良位。 这时候他的心,心有里内,而且他是念念的增长,他的生命是每一念每一念加行。 所以,到了十住位的人,基本上他都有禅定,而且十住位的人他的特点,他很自然不喜欢跟外界攀缘,他自然的会离开人世的嘈杂。 他要不出家,就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用功。